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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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见了 我都迟到了 我跟周冬约了 今天要去商量 挑婚纱的时候 我走了 停 你干吗呀 你坐下来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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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坐下来 他还好意思去挑婚纱 周冬是谁 我们见过吗 我们知道他是谁吗 妈 我说你就这么着急 想把自己往外嫁呀 我当然着急了 妈 我再过几年我就笨色了 你总不希望我变成圣者为王吧 不管你是笨色笨物 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地 把自己往外嫁 我们父母总得参谋参谋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参谋参谋参谋 让你参谋 明天晚上 我一定带周冬回家吃饭 让你们好好地咱们咱们妈 我是谁 我是你妈 是她未来的丈母娘 妈 你别生气呀 明天来这一套 妈 这个周童吧 一表人才 绝对是个白马王子 我的眼光错不了 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不管满意不满意 现在你给我听好了 无论你们做什么 在我没见到她之前 你要是敢把结婚证领了 我和你终结母女关系 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 至于吗 至于吗 妈 姐 姐 干吗呀 你说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结婚怎么那么麻烦呢 我走了 是 那可以不结 不结 不结 不结婚的话人家会说你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性格不好 要不然就是心理变态 你这个小变态你就不结吧 你姐要结婚去了 拜拜 你才变态呢 变态 谁说不结婚就变态 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 你干吗老缠着我呢 咱俩最早的时候 我就说我这个人不会结婚的 好不好 你跟我发生关系 我又没逼你什么 是你请我愿的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咱俩神也不欠谁的 对不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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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这事就这样啊 回头打给你 跟谁通电话呢 什么你请我愿的 我又不欠你的 好 我这谈工作上的事 老伯啊 你千万别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对你的感情是忠诚的 我保证 忠诚不是天天挂在嘴边上的 放在心里的我明白吗 最好少跟我玩什么话话唱的 不能够 我都答应给你结婚了嘛 来吧 拜拜干一个 来 来 你别忘了明天陪我挑婚纱去啊 你说那婚纱有什么可挑的呀 无非是一种白色的一种红色 一种露大腿一种不露大腿 没意思啊 你还真准备结婚啊 周彤 一趟我给你闹着玩的呢 咱俩谈恋爱为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你这话问得还真奇怪呢 我连酒席都订好了 酒席 你订什么酒席啊 咱们结婚证还没领呢 你就想办婚礼了 废什么话呀 那领结婚证我听了好几次了 你自己不愿意领啊 你要愿意领 马上我们就可以去了 先吃饭啊 先吃饭 吃饭 周彤 我之所以把所有的事都办成前面 就是想表达我的一种诚意 我是真的特别想结婚 我认真地跟你说这事 我余诺诺今年都三十三岁了 我再不结婚的话 我怎么给我父母交代呀 不是 诺诺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你别不高兴啊 这不是逼婚吗 逼婚就逼婚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逼了 咱俩现在这个情况吧 就两个选择 要么结婚 要么咱就三伙 你挑吧 来 两位里面见 你看起了 好可爱 我们弄了特殊不得好啊 弄了 可单配你 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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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管我 你一定会管我 你要陪我欺验打他 我现在忙着拿我 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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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啊 中头 中头 你听我说 咱们俩都这个岁数了 你也应该能理解 这男人吧 他结婚之前都想疯狂一把 也算是告别单身的一种仪式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可以搞一个仪式 疯狂一下喽 可以啊 这很正常的人生嘛 周童 我要重新考虑我们结婚的事 那就说嘛 咱俩 太想付了这类的婚 我以前也说过 我这个人要的 这个人 那些人就态死了 这么想把他都抓住 把黑暗开听一下了 抱抱 我 si 整个人到这儿 你想要做小医生 人夢 要吃呢 周彤 你怎么回事 我姐都难过成那样 你倒好 一个人在这儿吃大餐了 看你说的 我肚子饿我能不吃饭吗 我问你 我姐为什么要退休息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 别瞎说 谁对不起她了 不是 孟茫 我跟你说 有你姐这么逼我 怎么掐着脖子去结婚啊 可是既然你爱我姐的话 你应该理解她呀 她已经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他们班的同学 个个都已经是孩子她妈了 她能不急吗 可问题是 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为什么呀 你还想花呀 还有别的想法呀 我有什么想法呀 我跟你说 结婚不就是一个形式吗 无非就是领章证 你干吗这么着急呢 你别以为 我不了解你们这种男人 你也别以为 我姐除了你就嫁不出去了 我告诉你 说不定她明天 就在大马路上 看到一个男人 一见钟情 立马就嫁给她 让你看看 你好 好 那个 算了 算了 您忙吧 没事 没事 你进来吧 请坐 好 谢谢 谢谢 您是哪家公司的 我是凯瑞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的 凯瑞 凯瑞 对不起 请问您是我们的客户吗 不是 我是凯瑞的金融顾问 我们是专门为小型企业 提供这个金融理财产品服务的 如果您公司愿意的话 如果您公司愿意的话 那您就是我的客户 你绕来绕去说了半天 你就是搞推销的呗 不不不 不是推销 不是推销 我们是帮助在你们和银行之间 建立良好的关系 解决这个 是专门为你们服务的 是我们服务的 那您为我们服务收不收钱 这个 当然要了 这不完了吗 你还是搞推销的呀 我都奇怪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没钱呢 这位女士 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您虽然不是很高兴 但是 通过我对这个市场的了解和调查 我们中国的小型企业 一般都会有资金难的问题 我是在诚心诚意地向您推荐 这个科学的金融理财 和这个金融运作的这个办法 是吧 我觉得您应该心情契合地 听我把话说了 平心尽气 你看我今天这个样子 像是平心尽气的吗 你说我这是小型企业 你看看我的办公室 你看看我的办公区 你哪边你看出我是小型企业了 你还是一搞推销的 你有没有口德呀 你什么口才你就搞推销啊 难怪你这么大岁数了 还在这扫楼呢 你好歹说我这是中国小型企业 这小型企业就是小型企业嘛 这怎么了 真是不明白 中国的企业家们 总是在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 去较真 资本运营不懂 你们又不愿意去学习 在这儿推荐这种科学的投资理财观念 怎么就这么难 中国的企业家怎么了 就跟你见过外国的企业家似的 就你啊 你见过外国的企业家吗 小姐 我在华尔街工作过八年 别逗了 你在华尔街工作八年 我还在华尔街工作十年呢 你不信你 不信可以上远我搜我 我搜你 我臭也差不多 小姐您好 您这里在吗 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在你们这儿呢 二十天后订了一个婚宴 现在我们取消了 所以我们想退订金 对 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 小姐 按照餐厅的规定 如果是提前二十天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退订金的 为什么不能退订金呀 我就奇怪了 我们这饭还没吃 酒席还没摆 为什么不能退啊 行 你说你们有规定是吧 那拿个规定给我看看 有吗 小姐 对不起啊 您听我给您解释解释 对于婚礼酒席的预订 如果提前六十天 是可以全部退订金的 提前三十天可以退百分之五十 那现在离我们的预订日期 只有二十天了 我们也是要为此承受损失的呀 所以 有什么损失啊 你们到了那天 照常营业做生意 不就行了吗 差我一个吗 你这不是诚心的吗 说不定那天我们不摆酒席 你们挣得更多呢 你说是不是 要不这样吧 小姐 您先坐一下 我请我们的老板来处理您的投诉 您看行吗 那也行 我等着呢 您看行吗 找我吗 不好意思 那个 借您座位坐一下 我等个人 那你搭拨傻的 有什么区别啊 还跟我聊什么资本运作 是 我们比不了国外的企业家 所以我们受欺负呀 你知道吗 国外的企业家 他们强势化语权 剥夺了我们多少利益呀 还有国外的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 我们要是按照 国外企业家的游戏规则出牌 我们照样得不到尊重 我就奇怪了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看不起中国的企业家 你看不起自己的同胞 你想干什么呀 那你回中国来干什么 你去美国呀 你别回来啊 继续做华尔街的精英啊 你讲他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都看不起你 我就看不起你这种假样鬼子 我看不起你 对不起你 你怎么说 您说完了吗 其实没想到 像您这么个老娘们 还能懂得这么多 谁老娘们 但是可惜你明白吗 我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你说你能说到点子上 你说我今天 你这样吧 你还是看看我的资料 你就知道 我是不是在为中国的企业家 谋福利了 我不想看你这资料 你怎么了 今天为中国的小型企业家 来拼拼教育 顺利社的主题 行 我告诉你 喂 妈 你 你 你干吗呢 什么是你呀 你女儿 是我那个说话 喳喳呼呼的不够优雅 你妈妈在做白菜 怎么优雅呀 你听不见啊 行行行 来来来 来我来我来我 你不行 你看你爸爸呢 我在这儿搗亂 我帮你忙呀 不用你忙 来来来 我问你啊 女儿 小说在你那儿吗 你已经在了 我们的菜都快做完了 我妈妈的仇意 已经全部写结束了 莉莉 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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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婆婆 下婆婆 这玩意儿发你了是吧 你坐一眼就坐 不是你这么来的 来 快 快 快 这女儿电话 这过劲的就不行了 太神了 女儿 吃饭啊 今天我可知道 什么叫做 这女婿上门 晓尽没魂了 什么晓尽没魂啊 没理事 没理事 说你拿点上 咱们家的厨房啊 真是惨不忍堵啊 可不是吗 你说要收什么回来啊 我跟周同在办公室呢 我们在下谈结婚的事 好好好 周同 我妈问你好 我妈 我妈 回来 行 我帮你不用着急开办 稍等一会儿 我们俩还有点事 没商量完呢 你别别 我 我没哭啊 我就是 鼻子有点不通 我有点过敏了 行 这样我们马上就出办 好好好 妈 好好好 再见啊 一会儿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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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吗 有什么好笑的 没 没有 没什么 那你忙吧 我知道像你们这个岁数年纪的女人 没有什么比终身大事更重要的了 我先走了 你这样你别走 那你给我的资料 对啊 爱 你的西装什么牌子 阿玛妮 真的假的 不是你干什么真的假的 在那儿你买不到假货的 看你吧还算一表人才 行 这个资料我可以看 但是你得帮我一个忙 今天晚上跟我回家 马先生 对不起啊 李小姐 老板不在 您请一步到等候去大厅好吗 为什么呀 等候去不也是客人呢 我说你们这儿生意这么好 差我们点对冰吗 这么大一餐厅这么小气啊 我不管 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你们老板 非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不能退这个定金 不是都说顾客是上帝吗 有这么对上帝的吗 你还别瞪我 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样 魂不立怎么着吧 今天我在这儿等着 回去叫你老板呀 马先生实在对不起 没关系 把你那个定金的收据 我能看一会儿 这个你们确实应该退给他 因为定金跟定金可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决定的定金 那么这个钱应该属于你们餐厅 你们应该退给他 明白了 上面写的是后者 预定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律师 来咨询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觉得 为了这个勤快也有这个必要的话 当然还有一种很缓和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 今天我这个单不用走卡了 你把钱退给他 你算一下 不损失吧 谢谢 你是这儿的贵宾吧 你能打几折呀 这五千块钱就这么打没了 八折 你消费了多少呀 这 只要是这个 这瓶酒贵 我也不是每天都这样的 好不容易奢侈一回被你赶上了 明白了 就是豁出去了 对对 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你是律师吧 律师能挣这么多钱呀 我姐公司的律师 就是好像没那么富裕 我是杂志社的编辑 我刚说那些话都是现查的 百度 我们刚才的对话 你都听见了 全世界都听见了 不是 我这个人 平时就是性子有点急没别的 这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你啊 不介意的话喝一点吗 我 我不会喝酒 不用干的 你可以尝一下 何必为了一个不失货的男人烦恼呢 像你这么好的条件以后 一定会嫁得很好的 你说我啊 不是不是 你搞错了 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 是我姐要结婚 我今天是来帮他推定金的 对 那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的话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 我对帮大款不感兴致 我说了我是杂志社的小编辑 月薪六千块钱 不是什么大款 这瓶酒是我攒了大半辈子前才敢买的 好吧 我可以考虑考虑 不过今天没工夫 那个落跑的新郎 本来要去我们家晚上吃饭的 我姐现在可能正在办公室里哭呢 所以 我得去救她 那我送你 对 这线귀是你 找我到我家 这阿维uç来留 Advanced Student Comment 明定要解决三杷 记住 周童是我男朋友 你叫我周童 不是,我说 你们俩呢 都快结婚了 爸妈就没见过这个周童 他就是一骗子 他不敢见我爸妈 你问这干什么 了解一下人物背景嘛 要说骗子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才想骗子 为了一单生意 我都不要脸了 要早这么不要脸 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 我说你 挺漂亮的大姑娘 你怎么说话呢 我这样怎么了 我委屈你了 你做我男朋友 我当然委屈了 你要是早点委屈自己 也不至于混成今天这样 好了 好了 齐活 看看 我的手艺怎么样 大功告成 怎么 怎么我有点紧张 你看我说话的气 都提到这儿来了 瞧你点出息 赵母娘见女婿 紧张的应该是女婿啊 你说我能不紧张吗 你说周童要是一表人才还好 那万一是有歪瓜裂草 我怎么办啊 我到时候该说什么呀 我是表现出来呢 还是假装高兴 行了行了 你想的太多了 咱女儿那个人 她能看上歪瓜裂草 好 我们家诺诺就是 从小主意就特别大 什么事都闷头给你做好 最后通知你一个结果 你还别说 真要是外瓜裂草来了 我怎么办啊 我把她赶出去 到时还真没招 诺诺这孩子你还不清楚啊 她想干什么事 她必须干什么才行呢 咱们不满意有什么用 只要在旧社会 她都敢私奔 你说你这辈子 反对她哪次有好下场 你就是不懂啊 在这个失败中 吸取经验教训 行了 行了 你打住吧 别上当上线了 我跟你说啊 待会儿年轻人来了 你千万不要唱片大了 她们不爱听那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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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呢 你好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进来呀 干吗呀 这是周童 伯 伯父 伯母 让 让你们二位久等了 没有久等 都是自己人 请随意 进来吧 进去吧 走吧 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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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进来 我 你太刺激了 我刚才想东风了 没差点把我给东西接了 你刚才砍定超级的 摄像轮快是跨了 谁把你给他一眼 你知道 没关系 你不是要救人吗 我快上去救你接着 去吧 我舍不得下车 那就 再坐一会儿 再坐 那就再坐一会儿 坐 我 小猪啊 来 我们全家欢迎你 谢谢 我 我 来 你回忆吧 来 吃菜 来 谢谢 来 小猪 小猪 来 来来来来 麻烦你给我 好 吃了啊 这个鱼超新鲜 谢谢 谢谢 妈呀 这不是什么鱼 你又欺负了 小哥 这不是那个什么 这不是伯母看 咱俩回来今天高兴吗 再说了 那个 伯母家的菜 比我自己家得要香 小猪 不 一alone 还能吃 别 我瘦了点儿 不是 你叫什么呀 拖拖拖 拖拖也能拖 给我点纸 诺诺 帮我吃晚饭 自己盛啊 那 这样吧 我来 我来 我来盛 我来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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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诺诺 这孩子真是的 不要 不要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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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平时总欺负你啊 没有 诺诺 不带这样的啊 来来来 管着诺 来来 麻烦你了 不麻烦 盛诺 饭给他 跟我来 看 诺诺 诺诺 今天你眼睛怎么了 怎么那么红啊 伯父 伯母 本来诺诺不让我说 其实他今天是在公司里 他痛哭了一场 为什么 不是 你别 别掐我 干吗呀 实话实说 怎么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他今天挂了你的电话以后啊 他在公司里问我 他说 今天晚上回爸妈家吃饭 那以后 结了婚是不是 就我们两个自己在家吃了 我说是啊 怎么了 他就 不吭声了 然后憋了半天 我今天才冒出一句 我说以前啊 天天在家里吃饭 也没觉得怎么样 这以后要是不在家吃了 吃不着我妈做的菜 你还怪想的 说完就痛哭流涕 我劝都劝不住 真的 你看 就这样把眼睛给哭了 我说了 傻孩子 以后你就是结了婚 照样可以回家来吃 妈妈同样可以给你做好吃的饭菜 是 我去给你们热个鸡汤 不不不您别 别麻烦了 小周 以后你们结了婚 如果下班晚了来不及做饭 就到家来吃 提前打个电话就行了 都是一家人 咱家的门呢 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好 周 多喝点 诺诺 赶一杯 诺诺 嫁个有钱的老公 表面上看上去是挺风光的 可是背后满肚子苦水 说多了都是眼泪 这都没关系 这个不用关系 因为我没钱 谁说我要嫁个有钱人了 你愿意娶我 林莉莉 你觉得怎么样 那 还可以吧 我看还行 不管怎么说 咱们诺诺 这回算是嫁出去啦 你想得也太简单了 还没好好调查一下 你调查什么呀 有些问题必须要问清楚的 比如说 那个小周 营业工资多少啊 是不是以后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诺诺呀 还有 他们什么时候打算买房子 就是结了婚以后 会不会让公公婆婆跟他们一起住啊 这些都是实际问题 必须了解清楚的 人家第一天到咱们家来牛温这件事 这别把人吓跑了 什么事 怎么会吓跑呀 这都是个实际问题 我是嫁女儿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现在这么含 将来吃亏的是我女儿的 这人真行 小周 你再这么演下去 我看你怎么收场 你看你给我妈弄的 咱可说好了啊 我只管今天晚上怎么收场 那是你的活 是 哪是 再说了 我还能为了这一单生意 我陪你演一辈子戏呀 别不要脸了 你想跟我演一辈子 我也不愿意跟你演一辈子 有没有素质的人 小周 来来来 喝汤 趁热喝 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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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呢 叫我 我们公司最近 又有什么新动盘开出来 爸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他现在跳槽了 改当金融顾问了 你说过吗 我说了 我今天回家之前 不是打电话 跟您说过了吗 真真真 你小周真是个全才 干什么都如鱼得水 得了吧 他到现在为止 一单生意还没做出去呢 跟个刚入行的小青年似的 挨家挨户派名片呢 姐 姐 我可跟你说啊 男人这个东西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你可千万别为这事伤心了 我跟你说 换人了 这速度可真快啊 早知道我就不这么急着回来了 你说是不是 吃 饿死我 来来来 吃一个 姐 你也不介绍一下 新姐不叫什么名啊 贵姓 面贵姓 杜 杜晓鸥 你躲着去 你说干吗 你说干吗 你就这么骗我们 他 他说杜晓鸥不是周童 你小点声 你这人还在外面呢 你打算让让干吗呀 我什么小点声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还嫁谁嫁谁 不要告诉我们 妈 对不起 还不行 妈 我这不是怕你失望吗 你已经让我失望了 我天天盼啊盼啊 盼着你把周童带来 让我们见上一面 这可倒好 失到零头了 你们也快结婚了 你却带来个冒牌货 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个悲剧吗 你说周童要来 我为了迎接他 我忙前忙后的 又喜又做的 你说这为了什么呀 我这类似你会为了什么 行 这都不要紧 关键是你一点儿 你就拿自己的人生和婚 开这么大的玩笑 你说你妈 能不崩溃吗 妈 行 行 行 可是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妈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有人问我 说诺诺啊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呀 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呀 是不是你个性有问题呀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那都说圣女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圣女有什么问题 我说圣女 要不然就眼高手低太挑了 要不然就是个性有问题 太矫情了 我想来想去 我烦醒我自己了 我是不是太挑了 我觉得我还好吧 没怎么挑 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我觉得我每天嘻嘻哈哈的 我个性上也没有什么毛病啊 可是我就是没这个命 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呀 后来我可算了吧 那既然乃真结婚 是必须要干的事 那就随便找一个 差不多的见得了呗 按你的意思 那个差不多的 就是杜晓昂了 你对他了解到底有多少 我对他也不算太了解 但我觉得他看起来 还挺老实的 感觉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 你对周童感觉也不错 他不也是个骗子吗 那照你那么说 那都是骗子呗 那我就不嫁人了 我彻底不想嫁人了 以后我就一个人过 省得你们操训我自解心烦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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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不是抱怨你什么 你想啊 我们母女在一起 三十多年了 你要嫁出去的以后 你得一个人过日子 妈还不是希望你快乐 希望你好 好 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能让步 我必须得坚持原则 我得把关 伯母 您放心 我跟诺诺是光明正大的 你闭嘴吧 你少说上去行不行啊 那我就要问问了 你这阵子 张了结婚的事 到底是跟谁啊 跟她 小杜 我说几句话 你可别不爱听啊 就今天你们两个 这种不靠谱的事 我很担心 我是诺诺的父亲 有些事我要问一问 你对这婚姻的事 想清楚了吗 你有长眼的打算吗 我复工了 别的事我不敢说 但婚姻这件事 其实我早就想清楚了 我呢岁数也不小了 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 好 那个 我对什么事业呀 金钱呀地位呀 我都不在乎这些 我最想要的其实就是 一个美满的家庭 一个好的妻子 再生一个孩子 这些就足够了 我下半辈子的所有时间 我下半辈子的所有时间 就要用来让我的妻子开心 让家人开心 就这样 我说完了 怎么了 这都宣誓了 看来小杜是想清楚了 诺诺你呢 你想清楚没 我呀 我 我想得挺清楚的 想清楚就好 从现在开始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当然结婚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也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事情 你老大不小了 赶快成熟起来 建立一个家庭 妈 你说得对 你说得都对 我 我想清楚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能老让你们 为我的个人问题操心 我想得和她想得一样 结婚呢 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要操之过急 不急 不急 你有房子吗 我 多大呀 多大 多大是多大的 你 你干吗 你不会是真的想嫁给我吧 来 光嫁给我喝的钱 还得生孩子呢 你不吃 妈呀 妈 妈 都没摟 你说我姐跟杜晓龙都出去了 你还想什么呢 能不想吗 我能不想你姐姐吗 你姐姐为了不当圣女啊 现在真成了无头的苍蝇 钉谁 是谁 那你刚才干吗不反对啊 那你不是要把关吗 怎么到了关那时刻又不把了 你刚才就应该把桌子一拍 对杜晓龙说 杜晓龙你赶紧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怎么不说呀 这句话 应该你爸爸说才对 你还想取笑我 真是的 你少来了嘛 你以为我刚才没看出来啊 你态度特别模糊 说明什么 说明你也想尽快把我姐嫁出去 不是吗 说实在的 我能不想吗 你看看你姐姐 都到这个岁数了 到了这个岁数还不生孩子 那将来不成了高龄产妇吗 那多危险啊 再到老了 再没个家庭 这女人的一生气息惨惨的 你说这 这她这后半生 这不是不完整了吗 妈你想太多了 这不是还没接呢吗 不完整了 这边不是照理我 不完整的 这楼梦 你们聊不完整的 隔细节 但已经不太好了 冰冰冰 你醒了 我这瓶在哪儿啊 你酒还没醒啊 有点又红的又皮的 喝多了 又出油腹了 不 不会吧 我这么折腾啊 你昨天晚上没把我怎么着吧 看你这话说的 你应该好好回忆一回 你把我怎么着 我能把你怎么着啊 我一女的 我叫你这么说 这女人诱惑男人就无罪了是吧 你讲不讲理啊 呸 你往哪儿呸呢你 混蛋 冻冻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突然 但是 从你进我们家门那一刻起 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家里边 需要一个女人 真的 这家里要是没个女人的 就不像个家 你说呢 你占我便宜还没够啊 你还想姐个大的 当初是你说的想结婚的 是吧 我 因为 你还得考虑考虑 你说像你这个年纪 你要是不嫁给我的话 那你嫁给谁啊 你嫁给谁啊 闭嘴吧 闭嘴吧你 那你 那你告诉我 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喜欢你傻 傻你 我傻吗 妈妈 你怎么来了呀 不行 出去 不是 我打你姐电话打不通 我来看看你爸爸妈妈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来晚了 不早来 我昨天有事耽误了 不是 是不是 你耽误了 阿姨 司徒 司徒给您带来一点礼品 不成敬意吧 叔叔 我听说你爱喝酒 我爸已经借酒了 那个 爸 妈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周童 阿姨好 我们和你又不专轻戴故呢 请你不要借我阿姨 再说了 该请你来的时候你不来 今天不请你就自来了 你就是个骗子 阿姨 你 你们对我肯定是有误会 我只不过不想早结婚 怎么就成骗子了呢 你不想结婚 干吗跟我女儿谈恋爱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想也晚了 她已经飞了 飞了 飞哪儿去了 飞到别的男人的怀抱里了 不好意思 你来晚了 飞到别的女儿 呀 我被猜手 来 我打破我了 哇 算 我这就是快啊 好 急啊 好赶呀 去吧 去吧 弄弄回来了 你等我们家来干吗来了 不是 我打你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一着急就直接过来了 这个 我 你电话怎么一直关机啊 我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没关系 只要咱俩来电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爸妈聊了半天了 很好 没事 周彤 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呀 我跟你也没电了 我跟你已经绝缘了 你上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你赶紧走吧你啊 不是 弄弄你听我 你说什么呀你 不是 弄弄你听我说 这绝对是一个误会啊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一不小心 你一不小心 你可以一不小心 我不能一不小心啊 不是 我跟你说 这事都闹成这样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必要 要解释吗 我都觉得没脸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俩都快要结婚了 你居然把人家 我怎么跟我家里人说 我告诉你周投 昨天我也一不小心 我喝多了 我跟别的男人也发生关系了 你别闹了你 你走吧 我跟别人已经好了 你赶紧走 你别闹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的 我跟你们说 你爱什么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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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 妈 以后周投要是再来我们家的话 你别让他进来 走 太可笑了 什么可笑的 你说有什么可笑的呀 昨天你领了个假冒的来糊弄我们 今天真的就搅上门来了 这真真假假的我们都糊涂了 你告诉我 你昨天去哪儿了 昨天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 昨天你这一晚上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跟杜晓昂在一起啊 你也太不让我们省心了 有话好好说 我怎么没好好说呀 怎么没好好说 我哭哭哭心地说了多少回了 你别当和氏佬了行不行 你不是对女儿也有态度吗 你应该站出来说呀 你 你就 我 我怎么了我 莫莫 你要再这么下去 我就带你去征婚 免得你一通瞎找 敬找那些不靠谱 不会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跟杜晓昂结婚了 你瞎掰吧 昨天你还跟周投呢 今天怎么要跟杜晓昂了 你真是想一出事一出啊 好 既然这样好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一马当先 我把它彻底地了解清楚 免得你上当受骗 我不会上当受骗的 厨房 你家这么大呀 还行 不是特别大 你家就是你和你姐 还有你妈三个人多 是啊 坐下来 来 老伯 我跟你说啊 我妈妈呢 说话有一点点的 要有点心理准备 你知道也听都这样吗 伯母 你好 妈 伯母 这个是我给您带的礼物 希望您能行 坐吧 坐一会儿 来 坐下 妈 这就是余末末 我女朋友 你喜欢儿子什么 妈妈 怎么了 我不能问吗 伯母 是您儿子追的我 是您儿子追的我 我来听你回答吧 您喜欢我儿子的钱 咱们走 好了好了 回来吧 我妈开玩笑了 来 来 来 你是嬷嬷吧 吓着你了 怎么这么不惊斗啊 那个伯母 真的把我吓到了 您演的恶不恶不真相 真的 谁是你婆婆呀 你跟我儿子结婚了吗 你怀了我儿子孩子了吗 第一次见面就叫婆婆 是不是明天来就该分财产了 伯母 可能您儿子以前认识的女孩子 都是一些死气败烈 哭着喊着想要嫁给他 给他生孩子的 可是我不是 就算您儿子真的要娶我 我也不一定嫁给他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三十多了吧 不好意思 妈 不好意思了吧 这么大岁数了 她想嫁到我们家里 我们家还不同意呢 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伯母 不好意思 打扰我 好 先走了 谢谢 梦梦 回来了 你在这儿坐上了 好吗 你不乐意啊 我这儿好不容易 想表现一下女人的温柔 你还不愿意吗 没有 哪儿能呢 走 过来 我给你买了一套西装 到时候穿着这套衣服去见我爸妈 来 试试看 这 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可以拿去换 不是 上次不是都见过了你爸妈了吗 那上次见面你不觉得太荒唐了 太不正式了吗 这次你要正式地去见我爸妈 还挺帅的嘛 见了我爸妈要表现好一点 该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妈妈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不然的话我这心里不踏实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千万别吓我啊 不会是跟女人有关吧 就算是吧 那你最好先别说 只要你现在是清白的自由的 是没有别的女人纠缠的 你过去的事我不想知道 为什么 你想啊咱俩岁数都不小了 都剩到现在了 谁没有一点过去啊 我不想知道你太多的过去 要不然 咱俩日后吵架就有内容了 翻舅仗是女人的天性 你总不希望我 没完没了地揪着你的小辫子吧 我要知道太多事的话 我也怕我自己会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就那么信任我啊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对我很感兴趣吧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我为什么被你感动了吗 因为你是第一个向我求婚的人 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求过婚 所以我觉得你很真诚 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心里面觉得很温暖 就这么简单 你真的可以娶我吗 你真的可以娶我吗 我当然愿意娶你了 那不就结了吗 我是带着梦想走进婚姻的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诺诺 我一定不让你失望 这个杜翔 还真是不错呀 到底是海归啊 你看气质 谈吐 不同凡响 一表人才 你变得真快 婚姻哪 就像是一双鞋 舒服不舒服呢 只有穿她的人才知道呢 靠直觉是不行的 你这个做母亲哪 这么说话 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但是婚姻这个事 一定要严谨才行 行了行了行了 我说你女儿结婚 你就不高兴啊 我呀 喜悠参半 那打住 别再往下说了 反正你这双鞋我是知道的 刚上脚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可是穿着穿着它就不舒服 等到不舒服了 就脱不下来了 婚姻这双鞋 全是一批货 你打什么叉啊 该走的程序还要走 你比如说 两家的父母是不是得见见面 是吗 还有那个杜老航 他在国外的经历 咱们得了解了解吧 是吗 婚姻 两家父母也得坐下来商量商量吧 就那么稀里糊涂地 把女儿嫁出去 她以后吃亏受委屈怎么办 我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我还真得深入地思考一下 我看哪 好多事情得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得去列个计划 我去计划计划 看你爸了 高兴得走路都扬来荒去了 又要登上历史的舞台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生能有几件事 真的让人真正高兴的 可真正好 周同的事 对不起啊 只要你自己别受委屈就行 诺诺 杜晓昌这个人 是不是没钱呢 他对你好吗 妈 妈 她这个人吧 挺简单的 跟她在一起不累 不累就好 那你就跟着感觉走吧 无论你怎么选择 妈妈都支持你 理解你 姐 你跟杜小昂真成了 不是吧 你别大惊小怪的行吗 什么真成啊 还是个未知数 为什么呀 你说为什么呀 这双方父母连面都没见 就成了 你知道她父母干什么的吗 不退就干部呗 谁跟你说的 妈说的 那是我告诉妈的 那她是干什么的呀 这是什么呀 修地球的 修地球 什么呀 农民 真的呀 那是真的吗 所以我只能骗爸妈 要不然爸妈能这么痛快 就答应了吗 我也不想折腾了 岁份也不小了 赶紧把自己嫁合了 不过恭喜你 我可以经常吃到新鲜的蔬菜 我可以致命一招 先把结婚弄领了 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 还怕什么 什么都是假的 等到这儿才是真的 就这么定了 什么时候搬过来是吧 搬哪儿去 不是 你不跟我一起住 不会吧 着什么急 不是 干什么 我现在工作这么好 去你那儿我生气不好 你对人也不准着调 刚才去你家 你还过来喝酒 我现在不一样了 咱们已经结婚了是不是 你是我的妻子吗 你就应该履行一个 作为妻子的义务 对吧 咱们两个不住在一起 你说不住在一起 那怎么给我生孩子 谁说要给你生孩子 那不生孩子结什么婚的 再说了 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再不生的话 你还能生吗你 你怎么结婚呢 你要你冯冬先生跟我说这话 这份我就付给你结了 有你这么跟新媳妇说话的吗 我才三十三岁 我怎么不能生孩子呀 你是怕你自己岁数大了 将来生不了了吗 你是不是快不行了呀 你还真别刺激我告诉你 你别一不小心我 让你怀上十个八克 还得先找个机会 这些没有那么一声 我就去我爸妈说一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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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